Hello大家好,这里是Gab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NYX的美妆 因为我前两天刚下了一大单 然后也没有很大,就买了一些 我最开始是被朋友安利 然后种草了这一支NYX的口红唇釉 它是叫Soft Matte Lip Crime 就是是非常奶油质地的一款唇釉 然后涂上也不是特别干 然后因为它,大家都知道NYX的品牌 他们家的东西都非常非常平价 就想说,因为便宜嘛,就买来玩玩 就没想到真的非常喜欢 它的颜色啊,它的质地,它的味道 就超喜欢,尤其是它的味道 就是有一种甜甜的,但又不是非常腻的奶油的味道 涂上呢,就是也比一般的那种雾面唇釉要稍微润一些 感觉总的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所以前两天,NYX就有打折 我就买了个六七十刀的东西 所以就今天想在这里分享一下 那我们现在开始 就是我其实本来是想等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再开箱 但是那天说到快递,我实在是太想要看它们了 我就把那个箱子拆开了 然后把东西都取出来了,现在在我手里 但是我没有拆它上面的外包装 就是为了留在这次视频给大家一起拆,一起分享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我先涂个妆前乳,然后涂个粉底 因为我今天现在是完全素颜的状态 什么都没花,只是带了美瞳 然后粉底液呢,是我今天才买的 我还没有用 然后下面要是第一个产品就是NEXT的桌霞 我还是挑了最浅的颜色 因为我特别害怕我在这边买粉底啊,买桌霞啊什么的 就特别害怕的就是买黑,尤其是网购嘛 就如果颜色稍微看上去偏黄一点买 后来发现都会很黑 然后就会让我皮肤更加暖的黄 所以我就买了最白的颜色 不知道这个颜色适不适合我 OK,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先把它打开 色号是00色号 你很激了吗 好 现在手笔上试一下 嗯,质地还不错 OK,我们现在来遮一下 感觉还不错诶 就是能遮住的,能遮住我的黑眼圈,还有我的痘印 不能完全遮住,但是我也觉得如果完全遮住就会特别的厚重 所以就好,OK 把这边也搞定 感觉还不错 而且颜色也选得很合适 就是没有偏黄或者偏黑 比较推荐 然后这一款美元是4-5刀 然后非常划算 OK,下面要试的呢是这一个眉笔 因为我也是很久没有买过眉笔了 我之前在国内买的就一直没有用完 然后我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 我就说OK啊,那就随便用一用 然后我买的这一支好像是棕色的 买的是灰色的 对,因为我自己是有一支棕色的 我就想说买一支灰色的 我们看一下色号 不知道在哪里看 嗯,07色号 是灰色的,偏灰的 看一下颜色 它很细 然后它这个比这里还有一个小刹头 就是帮助整理眉毛 来试一下 我先刷一遍 因为我还买了一块眉粉 就是一小块眉粉 一会再刷这边 很自然 因为我就是一直觉得 头发的颜色和眉毛的颜色 其实要稍微相似 相近一些 所以有时候用棕色眉毛 就觉得有一点奇怪 所以我这次专门买了一个灰色的 很好上色 但是又不是很重 上色之后 我好很喜欢 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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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眉笔很厉害 这个眉笔好像石刀 而且它的笔头非常的细 就是你不用担心自己会画坏 就很优秀 推荐 不错不错 好,然后我们现在试一下眉粉吧 因为我 我最开始接触彩妆的时候 只会用眉粉 因为我觉得眉笔总会把我眉毛 画成非常错 因为我本来眉毛也不是很 稀疏那种 我就很害怕自己画 自己画的不好 然后 但是后来就 还是觉得眉笔更顺手 更简单 好上妆一些 眉粉 OK 然后我来撕开它 希望今天视频不会太吵 撕开之后它是从这边打开的 它里面还带了两个小刷子 一个是整理眉毛的 一个是刷眉粉的 好可爱啊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然后眉毛就这么像 嗯,我感觉这个刷子的质感稍微有一点硬 然后我就用这个深色啦 因为我的头发颜色是黑色嘛 然后太浅可能也会有点奇怪 就用这个深色画 大概画一下 然后把眉头再 哇,这个真的 这个刷子真的是有点硬 对我的皮肤感觉很不友好 很疼 刷的时候有点疼 好啦 嗯,眉粉就相对于眉笔来说 可能它画的更粗犷一点 然后更就是晕染的更自然一点 但是眉笔呢 就画上去就会更精致一点 你们看一下区别 好,我这里 但是不同的妆容会有不同的画法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蛮实用的 就是这个眉粉 嗯,刷子有点硬 可以用自己的刷子 就是不一定用它折的刷子 哎,有点难受 就是刚刚录到一半 然后相机突然没电了 都怪我当时没有冲好电 然后没办法 我就只能现在用手机 再把剩下的录完 因为我不想等到明天 或者是宠物之类的 这样也是 嗯,因为很多东西我都拆了嘛 然后好吧 那就 嗯,继续 我收到这颗眼影盘 我这个眼影盘就是最近也比较火 然后看小红书啊 微博上也有很多人推 我还没有拆它的这个胶条 所以现在把它拆开 它拿到锁之后 它比我想象中要小一些 我以为可能有这么大 结果没想到是这样小小一个盘 就觉得方便很多 因为如果很大的话 也用不完嘛 我们怎么可能有人用完一整颗 一整盘眼影 我觉得不可能的 因为在你没有用完它之前 你就会爱上其他的眼影 所以 好美 我现在没有化妆嘛 所以我可以试个色 然后哇,超美的 都不舍得下手 我们先化这个眼睛好了 先用这个颜色搭点 然后我想用 不用这个 用红色 哦,还蛮好上色的 你们能看到吗 我这样能看到我的 蛮好上色的 哦,好美 这款眼影可能要成为我的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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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原则就是 如果我刷子晕不开 我就上手 然后下眼简眼画一遍 还是这个颜色 我先用这个颜色的颜色 好美 你们看 然后用这个颜色的颜色 再亮一下 然后用这个颜色的颜色 再亮一下 然后用这个颜色的颜色 再亮一下 然后用这个颜色的颜色 刷在双眼皮 刷在眼皮 就是眼皮褶着 这盘真的性炸几 很高 就是它一盘眼影大概价格是18 19刀 然后加速估计就19多刀 但是它的粉质 真的比colourpop好很多 然后不是非常的非粉 就是给我的感觉 是要看上去 和用上去 都比colourpop 要更高级一些 用刷子沾起这个颜色 然后刷在眼皮中央 一样 我一会儿画眼线和睫毛膏里面 就可以看出来还有多美好吗 然后现在我画这只眼睛 这只眼睛画个稍微清淡一点的 还是先用这个颜色打底 然后用这个颜色再做一下全眼的打底 用这个颜色刷眼尾 我为什么看这两眼睛没有差 没有特别的差 然后用稍微小的刷头呢 像这个珠光色 刷在双眼皮的地方 刷一点这个浅色的珠光色 然后提亮这个眼皮 然后再眼角和下眼睛也涂一些 好了 这个就比较夸张 这边眼睛就稍微日常一些 但总的来说我个人觉得 这一款盘子是性价比很高的 而且这个颜色呢 就是相对来说更适合秋冬 而且更日常一些 再给大家看一下 很美了 OK 那么下面一个产品呢 就是眼线笔 我买了一只珠色的眼线笔 这个色号是 06 你看人家的眼睛 哇 我可不敢画这样的眼线 你看人家的眼睛 我可不敢画这样的眼线 里面的笔是这样的 然后高级 很细很好画 你们现在来试一下眼睛 哇 我画眼线可是画的超烂的 所以你们不要介意 如果我把整个眼睛毁了的话 OK 这样就画好了 然后我这只眼睛 这只眼睛是画了整个眼线的 然后我这只眼睛想 因为我平时画眼线的懒人画法来 我的那双如果 把整个眼睛都画完 会显得双眼皮没有那么的厚实 所以我一般喜欢只画眼尾的眼线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这样画 对于我的眼睛来说更自然一点 这个眼线比还蛮好用的 就是很流畅 我现在来加一下睫毛 然后我涂了睫毛膏 也许眼妆的效果就会更加明显 OK 画好了 嗯 这个睫毛过程超重要 然后眼睛会瞬间放大很多 现在剩下两个最后两个产品 就是买了两个唇膏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之前买的这一根的质地和颜色 然后我就选了两个 我自己可能觉得会比较适合我的颜色 然后现在给大家试色 一个是C05 一个是C25 看得清 好了 我会飙出来 然后我们现在拆开它们 先拆这个起来了 这个颜色呢是有一点蜜桃色 然后有一点偏橘 有一点偏粉的颜色 不知道它适不适合我 打开之后发现它更偏粉色一些 试一下 嗯 但是涂上又很鲜艳 试一下 嗯 还是我喜欢的奶油味 就是这个颜色 嗯 怎么说呢 我觉得它不是非常的日常 就是它有 它比较适合聚会 还有一些特殊的场合 然后它的颜色很鲜艳 但是就是不是特别的日常 就是如果我有什么party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 嗯 可以浓妆艳抹 惊艳全场的场合 我一定会用这一支 就是它颜色有一点霉红色 然后但是又是那种活泼的霉红色 嗯 OK 现在我们试这一支颜色 嘴巴擦了之后就感觉它变红了 就是经常吸的嘴巴就会容易 像香肠一样 好嘴巴擦了之后就感觉它变红了 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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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嘴枝的颜色 不知道是什么样 期待一下 哦 这样 试一下 哦 这个颜色应该会很好看 涂一下 哦 好喜欢 嗯 感觉这个颜色在视频里更浓艳一些 但是我在镜子里看就是 嗯 颜色要更 土一些 就是更脏一些 没有这么的亮 嗯 真的超好看 然后这个颜色是25号 好 我现在想给你们再涂一下 就是我最开始种草的这一支 19号 超美了 因为这颜色真的超喜欢 所以我不得不涂给你们看看 嗯 是不是超美 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支唇的质地 然后很喜欢这个颜色 它非常非常的日常 而且有一种很温柔的感觉在里面 嗯 颜色 嗯 今天的东西就这么多 然后 嗯 再次向大家推荐这个唇膏 就是最喜欢的两个颜色 这个现在已经成为我最喜欢的颜色之一了 25号和19号 OK啦 那今天试装就到这里 然后个人还是非常推荐他们家产品的 因为他们性价比非常高 就是虽然价格在这里 嗯 但是它的质量和质感都 嗯 感觉高于它的价格定价 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学生党 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快去买 然后尝试吧 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就关注我 多多收藏 多多留言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